同学们上节课呀 咱们讲了第一条的前两句话 下边呢咱们讲第三段 温病与伤寒变质的区别 他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温病与伤寒变质的区别 这句话说的语气非常重 叶天士讲话 从他的文章来看 语气都不重 都非常的平和的 就像谈话一样 非常的平淡 那这句话说的语气很重 便宁为气血 则与伤寒同 若论治法 则与伤寒大一也 语气非常重 什么意思呢 说温病和伤寒 都是外感病 外感的邪气 对人体的损伤 无非是因为气血 所以温病和伤寒 他发病以后 都是因为气血的损伤 寒也伤婴 温也伤瘾 寒也伤血 温也伤血 伤寒温病都有 因为气血的损伤 这点是一样的 因为人体没有别的 不就是因为气血吗 但是 制法就绝然不同 为什么制法绝然不同呢 因为它病因病机不同 主要是病因不同 所以制法就不同 具体怎么着 他没讲 可能讲了学生没记 也可能他的学生水平很高 就不用讲 咱们以伤寒的太阳病为例 把伤寒的盈味气血损伤 和温病的盈味气血损伤 比较一下 咱们就按照叶天室这句话 盈味气血 这个顺序 伤寒 是寒血 伤盈 它出现什么症候 怎么治疗 咱们以太阳病为例 太阳病的寒伤盈 是什么表现呢 咱们以太阳病为例 还能识现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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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 这句话 就样叫 海湯 我的心 沐韩众发热情 山河论里边说 太阳病或已发热 或未发热 避乌寒体痛 欧尼万一阳俱进 那就是说 它乌寒的症状特别臭臭 发热不明显 这个乌寒发热的形状 不是以体温的高低 不拿体温表来衡量 以病人的自我感觉 自觉症状来衡量 它特别感到怕冷 体温高不高呢 体温可能是40度 伤寒初起的发热 并不见得比温病低 但是病人的感觉是怕冷 为什么 因为寒为阴邪 受寒冷的刺激 皮肤的毛孔 是收缩的 寒主收隐了 受寒冷刺激 毛孔收缩 收缩的目的是 抵御寒邪 不让寒邪向里去 同时也保存阳气 使阳气不受它损伤 它奏理 比赛的结果 寒邪虽然进不去 阳气也出不来 所以这叫 表壁阳欲 体表 被寒邪封闭 体内阳气被欲 里边要试预阳 外边是表壁 阳气和寒邪 接触不着 由于体表 得不到阳气的温序 是寒邪用势 所以它突出的是怕冷 或已发热 或未发热 可能初起不发热 先误寒 因为它阳气没有出来 正气和邪气没有斗争 但是不可能是 永远这种状态 阳气遇到一定的程度 要破发 阳气把劲憋足了 就冲破了寒邪的封锁 就出来正邪相征 这时候就出现了发热 所以开始啊 病人透出的感觉是乌寒 头像僵痛 轴身疼痛 头痛 身痛 骨脚反腾 腰疼 全身各个部位都疼 肌肉疼 管脚疼 什么原因 寒煮收银 血脉也收银 肌肉也收银 由于肌肉皮毛的收银 血管也收银 血液不流通 不痛则痛 所以它疼得厉害 伤寒的特点 是头疼 周身疼 脖子还发硬 肌肉收缩了吗 脖子转动就不灵 所以头发僵 脖子发僵 头像僵痛 除了血脉收银之外 血液是什么状态 血液凝聚 就像水浴寒 结冰一样 受寒冷的刺激 血液就凝聚了 冻住了 你想想 血脉 收缩了 窄了 里边的血液 又凝聚了 它还能够流动 它流动能力就差了 但是心脏病没病 心脏还在 没有停止跳动 它还逼迫着血液 在血管里边流动 这个血液出现什么状态 打着旋温的流动 在血管里边 就 这样走 所以 慢就紧 怎么形容啊 形容如刃必限 就好像啊 咱们这个做笼屉 往里刃线一样 得这么拧 咱们认真不也是吗 把线拧着往真眼里穿 再打个比方 像拿改椎拧螺丝一样 钉钉子是帮帮直接往里钉 改椎拧螺丝是这儿拧 这种血液就是螺旋型的 前进 就好像仿绳子一样 千绳转左的感觉 有个转动感 紧张转动 脉紧 一方面说明血脉收隐了 一方面说明血液凝聚 这是不是盈阴凝聚 血液凝聚 还不是血里边水冻住了吗 所以寒伤营 怎么上 它是使 盈阴 凝聚 血液运行障碍 出现周身疼痛 脉向腹紧 冻在血脉里边了 血液损伤没损伤呢 并没有损伤 它并没有消耗 就像水冻成冰一样 还是那些水冻成冰块了 你把它化开 还是水 所以治疗呢 用新温截表法 新温截表 发汗散寒 关键就在于通过发汗来散寒 所谓发汗 就是使 比赛的奏理 开泄 开开 把寒血散出去 寒血散出去 血液自然就流通了 它那个居栏呢 就都缓解了 血液就化开了 就等于 水浴冷结冰 给它加温 把它化开是一样 用温药 使皮肤肌肉都松结 血脉 也松结 血液也化开 就恢复它原来的状态 寒血 非汗不散 代表方计 麻黄糖 麻黄糖之所以厉害 就在于 它是麻贵同用 麻黄 心温 发汗 力尿 评传 固然是不错 但是麻黄作用于 奏理 应该说是皮毛 它只作用于皮毛 因为汗是从皮毛出来 它是把毛孔打开 松解皮肤 它不能松解肌肉 必须要配武贵枝 贵枝心肝温 解肌 贵枝是解肌 通阳化气 它跟麻黄作用不一样 虽然都是新温药 它所谓解肌 是松解肌肉 它的作用是作用在肌肉层 使肌肉松解 肌肉松解了之后 麻黄才能够把毛孔打开 汗才能发出去 不加贵枝只用麻黄 它只能平传 不能发汗 发不出来 因为肌肉那封闭着 去掉了贵枝 就是三奥汤 三奥汤不是发汗的方 是平传的方 所以这个方说它厉害 发汗力强 强在哪 这两个要共用 贵枝把肌肉松解开 麻黄的作用 才发挥出来 把毛孔打开 这样肌肉 皮肤 血脉 因为贵枝能通血脉 血脉也松解了 血液也就恢复流动了 化开了 不用滋阴 血液丝毫损伤都没有 所以麻黄汤 就是麻黄贵枝 兴尔干草 它用补阴的药吗 用补着 把血化开就行了 温病 温病是外感热血 那么它对营的损伤 是热伤营啊 热伤营有什么表现 深热夜肾 心烦造扰不媚 时有昏沾 口不甚可 或者是不可 蛇红将少代 卖其说 这一系列的表现 都是血中金叶损伤 一个是热血肾 一个是金叶伤 深热夜肾 二十四小时 持续高热 夜间加重 什么原因 阴虚不能治阳 夜间阳入于阴 阴本来就不足 阳入于阴 阴阳不平衡 所以体温就升高 比白天还高 不光是正邪相征 阳入于阴之后 还有一个阴阳不平衡 心烦造扰不媚 时有昏沾 血中金叶损伤 血不能养神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又有热血扰动 阴虚血少 不能养神 心不藏神 再加上热的扰动 就导致心神外跃 所以他烦造不安 甚至沾雨狂躁 口不深渴 或者是不渴 是热血蒸腾盈阴 盈阴上潮 分布到口下 所以口不那么渴了 实际上他比气氛症的口大咳 更深重了一步 舌红酱 那天是这样 酱深的红色也 深的红的颜色 什么原因呢 阴阴损伤 血中的水分不足 血液浓缩凝聚 血液粘稠度增加 为什么胎少 盈阴不足 肺和胃的经验也不足 他没有经验成胎 所以胎少 或者是光降无胎 脉硕是煮热呀 锡 说明血脉里边的物质少了 什么物质呢 水 总归一系列的表现 都表现为 盈阴损伤 这回看看和伤寒比较 伤寒 它的病机 是由于寒血 而导致盈阴凝聚 冻住了 它并没有减少 温病的热伤盈 它是由于热血消耗精液 而导致 盈阴不足 盈阴亏死 当然热血并没有解除 从盈滚身来说 盈阴不足了 水分减少 怎么治疗 要轻盈 先去热血 透热 透热短气 在用凉药 清盈分热的同时 又用透热短气的药 使热血外透 热血透出去了 它又出路了 盈分的热血 当然就减轻了 盈阴的损伤 也就控制住了 但是盈阴已经伤了 这时候必须要养阴 生金 补充血中筋液 扩张血容量 吸盈大树叶 中医就用养阴的药 代表方计 温病条片的清盈汤 这两个类型 都是伤营 寒伤营和热伤营 一个是把血中的筋液 给凝聚冻住了 用发汗的方法散寒 化开就可以 温病就不染 它不是冻住了 它也凝聚 它的因因凝聚 是因为 阴液的消耗 浓缩了 必须补充经验 其次它 它才能够恢复流动 都是伤营 寒和温 大不相同 下边说胃 伤寒也有胃的病变 温病也有胃的病变 正规就是胃的损伤 伤寒那叫风上胃 那么请问 伤寒里边的风 是冷风还是热风 既然各在伤寒论里边讲 它肯定是冷风 所以统称叫做风寒险险 不过 这里边有个分寸 太阳伤寒 那是寒险 这个没得说了 太阳中风里的风 是风为主而夹寒 是风邪为主 夹寒 温定外感 是风而夹热 风热解气 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风夹寒 它的表现是什么 太阳中风 发热雾风 汗出 头痛 鼻鸣干凹 舌苔薄白 脉腐缓 咱们就捡几个典型的症状 说出来吧 因为它症状很多 发热 雾风 和 伤寒不一样了 伤寒是 或已发热 或未发热 臂无寒 体痛 它呢 有发热 雾风 发热的原因 是因为风邪 开泻 奏理 它奏理并不像 上海那么严重的 避散 因为风是阳邪 开泻奏理 所以 初起 正气就和邪气 相争 正邪相争 就发热 因为它奏理 是开泻的 虽然阳气 能够宣发 但是因为 它有风邪 风邪要量里进 阳气向外宣发 是有障碍的 所以 它也无风 这种病人 是见风则悟 没有风 它不悟 窗户门关的 炎炎的没风 它就是发热 而且这个发热 也不高 嬉戏发热 像鸟 合适羽毛 保存体温一样 温乎乎的 有点发热 热视也不高 瑟瑟物寒 嬉戏发热 嬉戏无风 就像往身上 泼点凉水一样 射点冷风 一击来 打个冷战 就这种无风 它不像伤寒 那么严重 冷的发抖 无寒那么严重 没有 因为它是风邪 关键在这 它有自汗处 伤寒是无汗 中风呢有汗 为什么 这就是典型的 风上位 是位强 盈弱的表现 怎么解释呢 位强 是指位分的 邪气 强 位分是指体表 体表地 邪气强 什么邪气呢 风邪强 因为风邪 疏泻了奏理 把门户打开了 盈阴外泻 血中的银叶就被逼迫 汗卫心智业就出来了 盈阴就不能固守于内 被风邪的熟血作用给鼓动出来了 所以就出汗 汗出 就伤盈阴 盈阴的不足 是因为位分邪气强盗伤的 所以说 风伤位 由于体表有风邪 足太阳膀胱经的精气不力 精气不通 那么肺的悬阀促降功能 也就发生障碍 所以气上腻出现鼻鸣 鼻子里糊糊出气 加粗 干瘤 胃气不降 足太阳膀胱经的精气不力 导致气机的升降时长 肺气上腻 在鼻鸣 胃气上腻 在干瘤 因为它热血代表 风血代表 没有入理 所以舌台没有变化 盈阴被杀 卖 缓 是这一系列的表现 是风邪 开腺奏理 胃分力 斜气强 导致淫淫外泻 所以治疗呢 要调和盈胃 那是胃和盈 不协调了 怎么才能使它协调 解机 通过解机 来调和用味 代表方计 贵制糖 贵制糖虽然是兴奋质剂 和麻黄糖是大不一样 贵制能够解机 它配的是什么呢 白勺和甘草 麻黄糖是用麻黄配贵制 这个是用白勺和甘草来配贵制 怎么来调和用味 通过解机 疏风 疏散风鞋 来调和用味 怎么解机 通过疏风 贵制心肝温 它能够疏散风鞋 解机 用它配白勺 再配甘草 看这方 贵制心肝温 甘草 甘文 贵制配甘草 新肝发散为阳 助阳气 驱住味分的邪气 少要配甘草 风肝化音 滋养营音 补充营音 助阳意气 疏散风鞋 鞋气没了 银音恢复了 它不就调和了吗 银味不就协调了吗 这么来调和银味 这贵制汤 到底是个 什么方计 从我补蟹这个角度说 它是补还是蟹 麻黄糖 要从补蟹角度说 它应该是蟹蟹的 贵制汤不完全是蟹蟹 它重在调和营味 解极疏风 达到调和营味的目的 就这么用样 风热邪气伤位 风腔热 临床表现 它的主症是发热 微物风寒 头痛 咽红而痛 口为咳 磕 侧边尖红 太薄板 麦克说 注意 发热 微物风寒 是发热中 无寒情 因为它是风热邪气 风热为阳邪 它开泄斗里 初起 阳气就和邪气斗争 所以开始就发热 为什么为物风寒呢 因为它表裕 邪气要向礼入 阳气宣发受阻 体表的阳气不足 所以有轻微的物风寒 但是和伤寒的物寒中不一样 头痛 是风热上弓 贵制唐症 也可以出现头痛 它可以出现头痛 因为都有风邪 风邪上行 所以都可以导致头痛 它有咽红而痛 因为它是热血 热血使气血上涌 气血上涌 咽之在咽喉 就可以出现咽喉红痛 热血伤筋 可以出现咳 热颇分极上力 可以出现咳 从蛇像上来看 边尖是红的 脉像是硕的 这和中风不一样 太阳中风 蛇边尖不红 脉缓而不硕 所以吴居同说 太阴闻病 脉不缓不紧而动硕 在文明条片里边 吴居同讲 太阴表症 胃分症 太阴闻病 他先说慢 不缓不紧而动硕 什么意思呢 不缓是和太阳中风的区别 不紧是和太阳伤寒区别 他既不是浮缓 又不是浮紧而是浮硕 因为他是热血 比较一下 这种病人 可以出现少汗或无汗 无汗 它也不是干热 皮肤也是潮润的 或者是有少量的汗充 这一点和太阳中风 很难间别 发热 微物风寒 和太阳中风相似 太阳中风可以有汗 它也可以有汗 它也头痛 它也头痛 这一点都很相似 怎么鉴别 舌边尖红 中风不红 因为它是风加寒 这个是风热 即使舌边尖不红 它的脉象硕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风脉不紧不硕 反而缓 另外 中风没有烟红而通 没有 外感风热 一般都有 你看看嘴 张开嘴看看 里边 扁桃体 杨厚宫充血 杨厚宾 也充血 它即使不疼 它有清度的充血 这能用桂枝吗 桂枝下咽 杨胜则臂 风加寒可以 风热 绝不能用桂枝 所以吴居通 温柄条院第一方 用桂枝汤 王孟英 叶林 那后世一家都批评他 为什么 都有风鞋 一个是风寒 一个是风热 风热你要清解 风寒才能用桂枝汤 吴居通自己也知道 他用桂枝汤是假的 他是打着继承伤寒的旗号 伤寒论第一方是桂枝汤 我这第一方也是桂枝汤 他在后边杂说里边有一篇文章 本论勤俏散 就我这个方子 桂枝汤不是第一方 是假的实际上第一方是银枭散 为什么呢 风热邪气 要用新凉药 新凉清洁了 心萨 凉清 清宣 疏风 透热 驱逐邪气 用了桂枝汤 就助长了热邪了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 一定要把它区别开 虽然初期都有少量的汗 都有头痛 但是这些表现是有区别的 这点呢 同学民意要注意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1972年 在这个西原医院 第四期西学中班 我是在那连福岛在代实习 在代实习的过程中呢 碰见一个黑龙江来的病人 这个病人是个军人 他已经退伍了 他在部队的时候受过伤 他有那个残配军人症 身体里边还有子弹 来了以后跟我说了半天 我一听到这人精神 有点是不正常 他什么病呢 他说我舌头出血 开始说舌头出血 不知道什么时候 舌头就出血 说来说去最后说 说我精神不大正常 说精神病院我也看了 也不太严重 但是呢 我说犯病就犯病 说好的时候呢 还挺好 有的时候夜里啊 睡不好觉 那做噩梦 没想到 睡不好觉做噩梦 柜子加龙肤母丽汤挺好 那个房积很好 我就给开了柜子加工龙肤母丽汤 我给他说 这个房积能够调理阴阳 怎么怎么回事 给他解释半天 挺高兴 拿回去吃去了 我就忘了人家舌头出血 这把事了 过了大概有两个月 挺长时间了 这病人找过来了 那天我没带实习 没学生 他说我上后去人家了 去两副舌头就出血了 那我一想 跪着下跃 扬上那里 这房子是开拓了 没注意那舌出血 竟住了 注意调理他那个 神经关心症去了 后来我说 那你怎么不早说 你早点过来 他说我看你带着学生 我没好意思说 我找别的大夫看你 现在好了 不出了 已经不出了 最后来了 还给我送张 送了大感谢信 红热线 我说我都给你 支出血了 还送了大感谢信 他说 你态度挺好 同学们以后注意 我态度好不行啊 他说我肯定是吃你这药吃的 因为好几个也没出了 我吃你这药感觉热 上海有没有气氛症呢 太阳病里面有气氛症 太阳蓄水 这叫气氛症 它是因为风邪 寻经入腐 有体表 寻着足太阳膀胱经 进入膀胱腐 他把这个经脉的气化道路 给堵塞了 导致气化不利 出现什么临床表现呢 这是太阳腹症 腹症呢 又分蓄水和蓄血 这是太阳 足太阳膀胱腹的蓄水症 发生的原因 外感风节夹寒 由表入理 寻经入腐的过程中 它实际上没进入膀胱腐 是把膀胱经给堵塞了 由于经脉的堵塞 经气不利 膀胱的气化功能受堵 水液就不能正常的腹部 不能正常的代谢 堵在里头了 上边出现 可欲饮水 因为气化不利 筋不上层啊 筋液不能上层 嘴里不缺水 觉得口干 可欲饮水 但是呢 水入得吐 它里边并不缺水 是因为经脉堵住了 水过不来 膀胱里边的水出不去 停着呢 水进来 它更气化不了啊 所以水入得吐 下边小便不利 小便下不去 为什么呢 经气不利啊 上面悬发不出去 下边你就塑降不下去啊 所以治疗你必须提护结盖啊 是由于斜气 从体表 是这么种情况 斜气从体表进来了 这是膀胱吧 斜气进来以后 把这个条管道 膀胱筋给堵上了 管道不通了 筋液不能通过它向上舒服 嘴里不就缺水 就口渴欲饮 下边 因为这堵住了 下窍 这地方 关上打不开 水就出不来 水小便不利 这边是蓄水 上面还缺水 这么种状态 怎么治疗呢 水并不缺 而且还蓄在里边 你要把这个蓄水 能够让它 通过气化 活动起来 水只要能一动 下边小便就出去了 上面也就不可了 治疗 一方面要输表 要沥水 可以说 外输 内沥 这么个方法 输表和沥水 必须同时进行 光沥水不输表 水肯定是下不去的 这个过程 叫化气 行水 这种治疗的作用 它这治疗的过程 是化气 行水的过程 通过外输 内力 使气化功能恢复 水液代谢恢复 代表方机 五零散 五零散 五零散里边 用桂枝 通阳 通经脉 疏散风邪 解机 疏风 向外散风邪 同时 它又通阳气 化气 用四零 沥水 桂枝 疏通 体表的风险 四零 沥 膀胱的水 堵塞的水道通调了 气化恢复了 上边也不渴了 下边小边也通力了 五零散就不行 四零散就不行 必须用五零 必须得外输 温定的气氛症 和这个一样 温定的气氛症 范围很广 就是说 凡是邪不在表 又没深入血脉 不到营分血分 统称气氛症 它的特点 是功能亢奋 由于症邪相征 功能高度的亢奋 临床表现 高热 雾热 心烦 口渴 大汗出 舌红胎黄灶 脉象红硕 一派功能亢奋 阳胜有余的表现 它这个大壳 和膀胱蓄水的 可以云水 这也可以云水 这也可以云水 一样吗 这个可以云水 是真喝凉水 它不吐 膀胱蓄水的 可以云水 它吐出来 它不能气氛 这个是高热 大汗伤筋 这是气氛症 它这个气氛症 是指功能亢奋 和太阳膀胱蓄水的 气氛不利不一样 这是气氛不利 温病是功能亢奋 膀胱蓄水 就好像咱们这个管道 自来水管道一样 里边气多了 把水就堵住 有时候咱们打开 自来水不出水 吐吐吐吐吐吐 管子那刹 噗噗噗噗 冒气 冒完气之后才出水 那就是气 把水给堵住了 气不走 水就不走 所以必须同气机 外输内力 可以水也没了 小便也沥了 这个不行啊 这个是通氧化气的问题吗 必须清热 气氛症的类型再多 它总归都是理恶症 所以治疗 用清气卸热 代表方计 白虎汤 别的方也可以 黄粮黄芯汤 只子纸汤 梁隔散 总而言之 凡是温病的气氛症 它都以热剩为特点 都需要用清热的药 和太阳病 膀胱蓄水 气化不利 这种气氛症 不同 血氛症 上汗里边有没有呢 有 太阳病的负症 太阳蓄血 差地临床表现 太阳蓄血 可以有高热 在高热的同时 少福硬满 或者是集结 病人的神志 是发狂 或者是流筐 蛇 紫暗有欲斑 脉向沉而色 从病机来说 太阳蓄血的原因 是伤寒地寒邪化热入礼 它是辅证 寒邪化热入礼 进入到哪去了呢 进入到血脉 进入到血脉以后 消耗血中筋液 使血液黏聚 形成这么个局面 鱼和热互结 就是说 热越重 越消耗精液 血就越鱼 血越鱼 它不就越粘稠吗 就越把热给粘住了 裹住 热就越没有出路 这么恶性循环 鱼热 没有出路 鱼在哪 下腹部的经脉之中 下胶 鱼在下胶的经脉里边 经脉里边的鱼热 堵塞了气机 因为它下胶在上腹部 所以觉得 轻了就是去 病人自己觉得 急 发紧 难受 摸一摸 倒没有什么硬的感觉 自觉症状 严重了 用手一按 硬满 里边炸 按着还硬 还聚按 这是下边的表现 向上 鱼热扰心 因为心里有血脉 下脚血脉里边有热 它不往心里去吗 肯定要进入心 所以鱼热扰心 轻热如狂 重则发狂 如狂轻 它狂躁 能够自治 发狂呢 就没有自治力了 神智失常 鱼热扰心的结果 舌子按有鱼 脉色 全色 都是鱼血组织气机的表现 气血不通 这种病人 有个特点 要鉴别一下 为什么说它是血分症 不是气分症呢 因为它不影响小便 小便自立 没问题 不是膨胱气化中能障碍 是血脉里边有鱼热 所以不能当去水炭 治疗 卸热注鱼 也可以叫公注鱼热 都可以 总而言之 要卸热血 活血 代表方济 沙哈伦那边的 桃和成气汤 抵挡汤 轻色桃和成气 重色抵挡汤 血热 助于破阶 温病的血分症 有没有 这个表现呢 有没有蓄血呢 温病的血分症 也可以有蓄血 有蓄血症 蓄血发狂有 因为温病的热血 伸入下胶 进入血脉 损伤血中的筋液 也可以形成余热 所以 这个方也照用 不过温病条片里边 不是桃和成气汤 它去掉桂枝赶草 用当归来代替桂枝 桃和成气汤 这个咱们不用重复了 但是跟它不同的是 温病的血分症 可不是这么简单 温病的血分症 主要是 冻血和耗血两类 两大类 那么从冻血来说 它是热血 破血忘形 灼伤血落 一个是损伤了血脉 一个是对血液 逼迫它忘形 而导致各部位的出血 包括发斑 这种病人 舌架 脉术 它不是沉色脉 各部位的出血 再一个类型 是耗血 热血深入下胶 耗损真因 最后导致 驱风内洞 这种类型 出血类型 因为它热很盛 相对来说是血分的实症 耗损真因这种类型 那绝对是虚症 因为它最后导致的 是虚风内洞 甚至于亡因 所以它的治疗 那就不像伤寒 就一个虚血症 那么简单了 出血的 要凉血散血 代表方进 吸脚 地黄糖 虚风内洞 亡因的 要用 覆脉背 覆脉背 加减覆脉糖 二甲覆脉糖 三甲覆脉糖 大定峰中 系列方 这些都是 上汉里边没有的 上汉论没有出现 王因的出血 这种症 所以它决然不同 虽然说 都可以出现虚血症 但是温病里边 更多件的是 冻血和冻风 这和上汗是 决然不同 大家看看 便淫味气血 这四个字是一样的 都是淫味气血 叶天氏所说的 便淫味气血 随与上汗同 是指这四个字相同 都是淫味气血的损伤 但是 温病和上汗 病因不一样 一寒一热 侵犯人体以后 病激不同 发展规律不一样 对人体的损害不一样 所以虽然都是这四个字 若论之法 所以上汗 大意也 特别强调一个大字 语气非常重 大不大 大 这俩要应用颠倒了 那就坏了 如果用上汗法 指纹病 等于火上浇油 用杨丽山的话说 就是暴心投火 往火里边填柴火 大家不越烧越旺 所以这四十三个字 大家考虑一下 讲得非常明确 非常深刻 非常清楚 这么一讲 还能用上汗法的 这是文病吗 它是讲的 文病本身的发生发展规论吗 实际上是韩文之变 这段话实际上 讲的是韩文之变 下课